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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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股昨天跌500多点后 今天弹回300多点 收复昨天大部分失地 主要是借口昨天美国公布的经济数据理想 今天大市高开187点 在资源股大动之下 一度升过384点 高位做过20532点 上回十天线 中不收升了353点 都是借近高位收 上回20500点水平 成交比较短 只是有256亿多的成交 期货情况 7月份升328点 相比现货轻微低水 成交有41000多张 只要有港股情况 排第一位A50中国基金 跟内地股市咬妖升 升2.02元 升幅超过2% 工商银行升9 建口5.26元 升1.01元 中石油跟油价向上 终于上回到9元楼上 9.04元 升2.04元 中移动逼近80元关口 升1.05元 其染者的情况 包括有腾讯 微信业务有进展 股价升6.8元 民生银行先跌后维稳 升1.04元 平普升6.0元 终于上回到50元 中岸银行升5.0元 神华今天升幅第二大蓝筹 仅次于中媒能源 升超过1元 回股会说 先请教专家 今天有邀浩元 你好 市场差了两天 跌了 累积680点 终于反弹 上回10天线 大家想问你 是否可以重拾升轨 暂时来说 重拾升轨 言之上早 最主要来说 有两个问题要解决 第一个就是欧洲方面的债息 会否继续上升 昨晚来说 普通韩国债息已经升了 其他欧洲债券的息率 会否再上升 未来几天要看 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周五方面 美国会出的数据 这个数据都重要 因为如果出的数据比较强 投资者可能会担心退市的时间表 会比较快 所以我想这两个数据 要看着的时候 你看看市场 其实都很反复 暂时来说 在十天移动平均线附近来说 比较大很明显的阻力区 就是在二十天移动平均线 现在目前大概在二万零八百几点的水平 所以我估计 这几天来说 市场有机会继续在二万至二万零八百几点 是徘徊等候这些消息 要这样 看看向哪边突破 没错 二十天线二万零八是否修复到 才确认到的声势 但投资者虽然说观望 但有些案内不住 今天就买什么呢 那些煤股 今天反弹得很厉害 而且巴克来这个大行都是护航的 其中提到中国神话 这个龙头股 说股值已经回到金融海啸水平 虽然现在大概20元左右 比金融海啸高一倍 但因为它的业务也增长了超过一倍 所以至少觉得值20元 维持增持评级 你觉得神话或其他煤股可否继续反弹呢 始终煤价方面来说 一直都是下跌 都是不理他们的盈利 还有一个因素我比较关注 其实不是只是内地方面的煤价下跌 其实现在全球的趋势 有机会用天然气去代替煤 特别你看看美国很多的天然气去做发电 如果这个成为趋势的时候 就有个问题 会不会煤价不仅是现在 因为中国经济差而下跌 而是整个因素已经转变了 趋势不同了 我就比较关注这件事 所以始终煤价来说 未开始反弹的时候 我对煤股也比较有戒心 当然它跌得多有些反弹 但有些反弹来说 不代表反弹势头会继续 所以我对这个板块有戒心 还有内地煤价也有坏消息 说煤价在内地创了接近四年新低 这是新消息 当然今天来说 就不理会有坏消息 先反弹 你说这个要稍稍一点 油股又不知怎样看 因为油价看到亚洲时段继续向上 纽约旗又看到目前 报价101.37美元 再升到1.37美元 事关埃及局势紧张 油价已经第三天反弹 最直接都是883中海油 有些都是做上油 好像是857 例如883或其他油股 你会如何选择 其实以现在油价和883来说 883当然落后了 大家一定要留意 自从883很多事故出现之后 可能会浪费多些资源去做安全措施 所以形成成本增加 利润来说 就算你同样在油价上 可能会弱了 所以这点也解释到 你刚才看到油价弹升了 但本身来说 它的股价仍在下行线里面 我自己觉得暂时反弹 除非你见得到 它上回的50天移动平均线 才开始转小 而且始终来说 内地经济是弱化 对于燃油需求量方面 都会少了 所以这点也要留意 原来都是比较审慎一点 是的 五十天线暂时有13个领 还有几毫之距离 其他油股 当然如果今天算 都起码有借口油价反弹 比如中石油升2% 上海石化是因为中期业绩转亏为盈 赚钱 上石化股价升3.7% 好了 今日中资金融股 都有些好消息 外电报导 人行和财政部 7月可能向市场注资 上海同业拆息回落 当然民行坏消息 说它追套降贸相关的贷款 不知道追不追到 究竟整体日来说有什么情况 我想这阵有机会有些反弹 始终自然多 但要小心 两个基本问题未解决 一个来说始终会看影子银行 另外就是财富产品会规管 这两件事要做的时候 对盈利有影响 而且始终都是 坏仗那里 大家现在仍然有关注 所以在这么多关注情形下来说 我相信中资的银行股有反弹 但空间不会很大 是的 今日来说比较好些 都是赵行 升3% 简单来看看奶业股 补补价 什么事关于多家奶企紧急减价 尤其是卫士外国品牌 减幅超过1.1% 合生员说自己不减价 但股价连续第四日下跌 再跌多1.3% 差不多是一度跌幅最大的股份 好了 问多Patrick 说很多股份 有没有拿着在手 希望 多谢你 下午再见